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他来聊一聊美国联储会的加息与美元的坚挺 对世界经济 包括对中国的经济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顾先生 美联储主席叶伦先生在他的最近一次的联储会的会议上 和他在国会的作证上都没有明确的表示说 加不加 有的媒体特别是比较敏感像华尔街日报 像一些这个financial time 像那些比较知名的国际金融媒体都认为说美国加息在所难免 而很多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说美国加息应该不会发生 原因美国经济没那么好 你怎么看 对 我是认为加息可能还是会进行 而且如果从时间段上来讲 我觉得到2015年的下半年 加息应该是必然会发生的 当然不会加很多了 也许是0.25 也许我觉得就是0.25 可能0.5都不太可能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决定加息有哪些因素 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3月到股市到最低点 到现在为止过了6年的时间 美国的股市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就是因为市场上又印了太多的美元出来了 对 那么决定是不是加息 看几样东西 第一 最关键的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和合理到 可以承担在主要经济的驱动力 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变贵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可以持续的招募和增加自己的产能 这句话说的有点复杂 但是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所有的经济运行主体 能不能承担相对比较昂贵的借贷资本 如果能够承担 那么加息就是可以的 如果不能承担 这件事情就不能做 这是第一 第二 是经济有没有过热的迹象出现 一般来说加息 尤其是从中高端向更高端加息 往往是为了遏制过度的投资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要看CPI 就你讲到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 始终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态势 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加息 当你的通货膨胀开始变得非常疯狂的时候 加息才会变得更加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普通的所谓的就是非经济学家之间会有如此这个剧烈的争执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几点并不都完全满足 也并不都完全不满足 所以双方见仁见智观点不一样 但在我看来 我倒是认为加息应当是可以一步一步开始 原因很简单 首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们可以承认美国经济绝对不会像九十年代的时候如此的健康和强劲 但是毫无疑问 美国的经济已经慢慢 尤其是美国的实体经济 已经开始绝对变得比十年之前要很多了 好很多了 这是毫无疑问 从一点最著名的你可以看到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尤其是以三大汽车公司为表象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美国人已经开始从非常盲目的炒房开始 把他的资金能够流转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而不是在相对无序的所谓经济的 first derivative second derivative 就是所谓一级和二级的金融衍生产品当中来寻求获利 这个对于美国实体经济的贡献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美国的CPI虽然仍然保持温和 但是慢慢已经有抬头的趋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美国适当的加息 在我看来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而且回到历史的长远阶段来看 当然了我也不希望美国会加那么多 那么你回到80年代的时候 美国你mortgage 你住房的利息都有18% 对啊 所以说你现在才3%几%4% 跟18%有巨大的上涨空间 当然我不希望能上涨到那么多 那也是一个国家经济不好的表证之一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美国虽然有加息 也有不加息的条件在 但我更多的觉得美国加息的预期 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明显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看看今天黄金的价格你就知道 黄金已经基本上大概跌到1000块钱了 是 从当年18001900跌到1000块钱 这就说明不光是美国国内的情绪 包括全世界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看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相对来讲比较保值的黄金 现在会慢慢一步一步退潮的原因 不过再说到美元这个联储会加息 其实联储会加息呢 除了您说的几点非常重要之外 其实耶伦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 那就是纪念率 对 他认为虽然我们以前 大家记得他以前把这个QE退场的失业率降到 放在6.5 现在美国是已经5.8了 而且预计这个夏天 美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2015年 美国经济失业率能到5.5% 大家是可以预期的 失业率的逐渐下降 是不是也为加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依据 这是必然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其实现在讲的这五点几的失业率 跟当时美国号称 我们经济有改善了 我们内华达的这个失业率 从12%降到10%了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大家在讲失业率的时候 往往就是对于分母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着这个巨大的讨论对吧 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人还是找不到工作 他放弃找工作了 分母就没有 对他不寻求找工作 这个人分母就不存在 这在我看来 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当然他确实也有他合理的原因在了 所以说现在是把这个时间延长 然后再加进来的这些人数 都放在分母里面 还能够有五点几的失业率 这说明美国的经济确确实实是在稳步前进的 所以如果美国的经济实体结构得到了改善 而且失业率确实已经降到了 就关键性的这个六以下 那对于美联储加息来讲 他至少是有一定的信心在的 而且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 因为毕竟世界经济是跟美元挂钩的 而美国根据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后 他又跟黄金脱钩了 所以美国过去六年当中 已经通过增发货币 严格上来说从西欧 从亚洲 从拉丁美洲 已经割了好几场韭菜了 所以再这么割下去的话 恐怕世界上也不完全答应他 再加上本国的经济结构明显变好 所以我倒是觉得 生息的可能性和空间还是在的 不过说到了美元的 美国的经济的问题了 其实大家比较 老百姓比较关注了 大家关注就是说 房地产市场 虽然房地产市场 依然是美国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标之一 对 毋庸置疑 毛费利率的增加 显然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意愿 对 如果联储会加息 对房地产市场会是多大的一个冲击 对 你看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 在考虑是不是买房的时候 都有好几个因素 首先是自己能不能有可持续性的稳定收入 对 你得过急 对 所以当它的失业率下降 从侧面上 也反映的是老百姓在购房上的信心会增强 这对于房市本身依托和支持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这是第一点 是要有买房的意愿才行 好 有了买房的意愿 我们再看它的收入有没有得到改变 从现在来看 老百姓不仅仅是有了工作 而且工作的收入相对来讲还算是不错 也就是或而言之 美国的据我有限的这个信息获得渠道来看 美国家庭中位数的收入 刨去通货膨胀以后不算很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不但有了意愿 而且也有能力去买房 事实上美国自住房的比例又上升到60%以上了 这个本身也是个很好的信号 就告诉大家 确实验证了有意愿也有能力买房 好 有意愿有能力买房了 那你就得看到底这个房子 房市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你买房的时候 你明显是有两个不同的组成 第一是房价是多少 第二是利息是多少 因为你房价的多少 直接决定了你的首付 和你后面每个月的monthly payment 同样如果你利息上去了 那虽然不决定你的首付 但是对于你今后长远 这30年或者15年当中 还贷的总额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那你可以想象老百姓喜欢哪一种 我们讲两个极端 第一是房价挺贵的 但是利息挺低的 这是哪一种呢 这就是回到了当年房市有泡沫的时候 这种时候老百姓是非常高兴的 原因是什么呢 每天觉得自己账面上钱特别多 房子特别 房价在涨 而且我随时可以通过HELOC 或者Reverse Mortgage 我把钱套现出来 同时利息又低 这就意味着我付出去的钱少 但是我账面上涨得多 那么反过来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是因为利息上涨了 所以导致直接购房成本增加了 所以房价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在房价受到一定抑制之后 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老百姓一看 这个房子账面上不涨了 但是我每个月我付出去的钱还多了 所以老百姓买房子的积极性 就没有之前强 所以任何一次美联储的加息 都必须要恰到好处的 切入到这两个之间的平衡点当中 它要让购房的主体人群 觉得首先购房是刚需 这是必须的 其次购房的房价不能高到 让他们觉得可望不可及 同时借贷成本也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 这就是耶伦在考虑的时候 除了前面我们讲到这些因素之外 在房市上面 他必须要保证的一点 就是让房价在一定的加息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健康的成长 但同时老百姓的总体的结构性负担 不会得到很大的增加 也就是让老百姓觉得 3.0到3.5 我还能接受 但你千万别搞到我8 搞到我9 你房价在哪怕便宜那么两三万 对于我来讲意义就不大了 因为确实美国政府的联储会 其实一个重要的功能 它就是个杠杆作用 它是通过利率 通过汇率这样一个杠杆作用 来调节美国的经济 当然说到联储会以后 我们有机会还会请教顾博士 我们的联储会并不是一个 我们的中美国的国家银行 并不是一个国有机构 对 这个私人机构 在这个成立100年了 在1913年就成立了 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们庆祝它成立100周年 当然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至于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请顾博士跟我们聊 顾博士 我注意到在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 3月6号 我之所以注意那点 就是那一天美元的USD index 美元指数100 美元指数超过100 意味着什么 美元指数超过100 意味着很多事情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在新兴世界当中 徘徊了很长时间的资产 会加速回流回到美国境内 而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美元的走强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会分成两边 美元走强了以后 会使你的出口相对来讲 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同时对于进口来讲 就会极大的促进 那么美国到底在进口和出口之上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需求 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进口什么东西 美国进口东西我们都知道 对吧 包括从中国从拉丁美洲 都是廉价产品 都是属于叫做劳动密集性 美国出口都是什么 美国出口的都是所谓知识密集性 好 那我们就要来看了 什么是刚需 什么是非刚需 对于高科技的产品 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你不从美国买 你买不到 这是必然的刚需 你说100块 120块 150块我也得买 不买这事情我干不了 你要喜欢iPhone的话 只有Apple出来 你只有从苹果买 你从梨子公司买不到这个东西 对吧 好 那么反过来讲 对于非刚需的东西 当然我也承认 袜子每天必须得穿 可是我袜子不一定 非要从越南买 我可以从其他地方买 甚至我可以自己都做 没错 对 我自己做都可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美国出口导销的东西是刚需的 而美国进口导销的东西 是非刚需的 所以一个走强的美元 对于美国的国力来讲 还是对于美国 对世界的影响来讲 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美元指数上100 甚至继续走强 对于美国本身来讲 应该不是个坏事情 当然这个也不能过强 过强了以后 就跟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 如果过分坚挺 他可能还是会比较担心 但至少美国现阶段 绝对不应该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美元如果耶稜加息的话 会不会促生美元进一步的坚挺 那是肯定会 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美元是不是坚挺 任何货币都一样 不光是美元 包括欧元人民币都一样 坚挺的原因 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多了 你不坚挺 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小了 那为什么俄罗斯卢布 夸夸地往下跌 大家不要卢布 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对美元的需求 越来越强的话 这对于美国本身 国力在各个国家的彰显 这还是相对来讲有好处 所以我倒是认为 越过一百 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情 但是美国本身不会因此而感到恐慌 他会继续让它往前走 但是到底能走多远 这就是耶稜和美联储 这个智慧的决定了 也就是说美元其实成为 不仅是美国经济的杠杆 也是经济的力量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影响力 和国家甚至说美国霸权 所以因为到现在来看 虽然有一个欧元和他并驾齐 和他在针锋相对 大家看一看现在的欧元区 那简直惨不人懂 对 而在这里面 其实美国的经济之所以走强 而且前面我为什么会说到 美国的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合理 这个跟美国我觉得 他又懵懵懂懂的 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 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很大的关键因素 90年代的时候 克林顿政府是因为抓住了 互联网这家快车 而且这个快车 确实是对实体经济有了改变的 举个例子 你以前你要记信 你这个邮差 开汽车 烧汽油 还有纸质的信封 然后传过去 时间还长 你现在一个电子邮件 直接又过去了 而且时效性都有 后来变成video conference 你也不用坐火车 坐飞机了 大家坐在家里面聊一聊 事情解决了 这个都是对实体经济有帮助的 现在我觉得美国在新能源上面 是典型的抓住了 下一次产业的契机 而这一点 跟刚才我们聊到的 这个PayPal Mafia Elon Musk的Tesla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美国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世界上 所有都在跟风 在搞电动车 然后包括太阳能 虽然中国引领走的比较前 但是核心很多技术 其实都是美国完成的 所以在新能源上面 而且制药上面 美国有了新的突破 所以可以说美国多年 在科技上的投入 开始慢慢的 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这也是为什么 能够让美元走强的原因之一 看来美元走强 对美国来讲 在一个范围内 对美国经济 是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 对的 并不会影响到美国 以对出口的影响 不至于伤害到 美国经济的本身 对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元的走强 美国当然作为你我来讲 我们出外旅行 大家都很高兴 现在去日本 便宜 现在便宜 欧洲便宜 欧洲便宜 大家现在预期 欧元跟美元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 就有可能就黄金交叉了 就是一比一了 对 现在看来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在全世界 只有美元一家 一支独秀 有些国家经济并不太差 是这样的 有些国家的经济可能不太差 但是很遗憾 就是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那你看德国就是这样 德国最典型的 德国的经济一直是非常好的 但是架不住 它有太多猪一样的队友 所以在欧元区当中 德国即使是经济一直独秀 还产生了个悖论 周围的很多国家都怪德国 说你干嘛跑那么快 你这国家干嘛那么勤劳 怎么你即使是清洁工拿的钱 跟失业的钱一样 你还干嘛还在工作 失业了 蹲在家里不拿一样的钱 这都是很多南欧的国家 不可想象的事情 连法国人都不可想象 法国人也不可想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德国是比较遗憾的 掉到了沼泽区当中去 那么你看前段时间 我刚刚从香港出差回来 香港现在有无数的欧洲人在那里 欧洲人把所有的高级酒店都占了 我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在瑞吉 在利兹卡尔顿 碰到这么多欧洲基金的管理者 欧洲的人就跟我说 他说难啊 这就跟我手里边拿着根冰棍 站在40度 没有打伞在太阳底下 我就看着我的资产 在哗哗的往下躺 都在没了 所以欧洲这些传统的基金的投资人队 在亚洲疯狂的寻找质量比较优良的这些财产 然后希望赶快买 就是欧洲人上来溢价30% 那跟闹着玩似的 只要你的资产是优良的 直接就买了 但是欧洲人相对来讲 就突不破美国的心理关爱 美国人对于很多互联网金融产品 直接就买了 欧洲人不买 欧洲人看不懂 所以欧洲人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买 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 在亚洲寻找 质量比较优良的 所以竞争就比较激烈 但是无数欧洲那些大基金的管理者 都在香港拼命疯狂的在寻找 亚洲的自由财产 每一天每一天 你就看着欧元指数在往下跌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不把钱换成资产完蛋了 对啊 而且现在欧元本身来讲 好像似乎也挡不住 因为现在看来说 不要说一个希腊 其实希腊的经济体的规模非常小 并不至于影响到欧元区的 一个经济发展 加上葡萄牙也不会 对加了葡萄牙也不至于 当然只要西班牙别倒就行 对对对 西班牙可能重要一点 意大利更重要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种心理压力 这种心理作用 再加上欧洲中央银行宣布 无限期的QE 对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美元不管怎么样 现在看来对世界主要货币都在升值 对 这对美国来讲 当然从刚才您讲了 是好 有一定来讲是好事 但是也有一定条件来讲 也不完全是好事 你看就看日本的所有出口 出口导向性大公司都在拼命盈利 日元贬值 日元贬值 现在的日元汽车在美国市场上 现在越来越便宜了 感觉到说是不是应该开日本车 不要去开欧洲车 或者是不要去开美国车 美元继续的坚挺 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帮助 还是说会成为一些人投机的一个作用 这个完全取决于美元的坚挺背后的驱动原因是什么 这还是我一再强调的 就是比方说当年日本日元的这个走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美国准备收拾日本 然后才把日本的日元拼命的让它走强 这是有美国在炒作的因素 对对有炒作的因素在 那么我倒是认为美国这次美元的升值 至少在这个范围之内 仍然是健康的 这是跟我前面反复强调 是跟美国的经济结构 有可能是进行升级换代是有关系的 任何一次国家经济结构 尤其是fundamental的角度来讲 能够健康的升级换代 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持久健康 是有明显的标杆性作用的 这对这个国家的货币的坚挺 也会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美元本身来讲 现在当然了 估计以美元作为自己外汇储备的国家 恐怕都笑了 那当然高兴了 美元这个坚挺让很多国家说 我到欧洲去买东西 我不用本国货币 我拿美元去买 反而越来越便宜了 而且我盈利也很多 这对高储蓄的国家 对 甚至包括像台湾地区 台湾不要小看 我才知道台湾在世界的各国地区的排名 外汇储备排名 他排第三 那当然 所以就是说对这些 仅次于中国和日本 经济体 这些高储蓄的经济体 应该说他们应该经济获利 应该经济是好 可是也未见其然 为什么 这是这样的 就比方说我们就拿回到中国来讲 中国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并不关心 我只是说某种程度上 他并不关心美元对人民币 今天到底是1比6.26 还是明天又回到1比6.1 还是又回到1比8 老百姓情分不那么改意 对 尤其是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 他又不到外面去 对不对 他每天关心的是我买青菜的钱 有没有涨上去 所以最最担心的中国的经济 是中国的货币对外在升值 但是对内在贬值 这是个最麻烦的事情 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也是一样 对于所有这些高储蓄的国家 无论是中国 中国台湾地区 还是日本 虽然他因为大量持有美国国债 所以美元一涨 等于大呼呼的 这几千亿几万亿的美元资产 就变得越来越值钱了 也使他在全球的购买力增强了 但他更关心的 从某种程度上 还是他内部的所谓的国内民生 所以如果他的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 不能得到改善 比方说中国 中国现在就千方百计 希望能够把房地产 如果产生下行 和房地产市场冷却之后 蜂拥而出的 像洪水一样的这些资金 如何能够吸纳到 比如说A股的二级市场当中去 还是能够把它放到 VC和PE的一级市场当中去 尤其是最关键 是一定要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绝对不能出现当年 雅各尔西服都在盖房子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如果再出现的话 中国就很担心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国可能会高兴 看到美元资产的升值 但更多的还是自己国内 经济结构的改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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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